那韓國瑜不能讓他當立法院院長 這是全民的共識 街頭巷尾 連小朋友都知道 連阿公阿嬤都知道 哎呦 那韓國在這裡 萬一一定要怎麼樣 黃玉川是黃國昌刻在心裡的名詞 他害怕想起來 三十年前的創傷我理解 他沒辦法活去 他就來找我辯論 那非常歡迎 題目都有他對 時間 地點 刑事 主持人 主辦單位 要問的問題 全部由國昌老師來定 所以當時好像小編 也不知道誰是左龍太的 對 他還問我說 因為小編很年輕 他還問我說 那個編姐 誰是左龍太啊 然後我就說 我就跟他大概講一下 那個哦 就是年輕人可能就是 對這個部分就稍微比較 不知道他是誰 就像今天這個活動 其實也是 沒有錯 沒有錯 我們這個活動 從開始策劃到現在 不到三個禮拜 那就辦了這一場活動 那包括在全國各地的助選 都會有很多人拿著搶救 就是王玉川的牌子 連賴副總統的演講場 下面都有人舉牌 所以 這個活動非常的熱 那今天是我們台北的首發場 那今天的人數 按照報名大概是兩百多到三百多 那希望今天的活動能夠成功 那沒有辦法到現場了 就看我們網路的直播 如果你順利的進到了這個國會 裡面的民進 民進黨你有機會國會多辦 你是不是就可以 社會國會當立法院民進黨 沒有錯 因為我要進國會民進黨 換算完的這個證欄票 要百分之十七 那我必須再多充百分之六的選票 將近一百萬 那就代表民進黨在國會能夠穩定的過半 那就可以阻止韓國瑜當立法院的院長 也可以壓制王國昌跟謝龍介 在立法院裡面連蝦圍 那所以我的任務非常的重要 黃玉川是黃國昌刻在心裡的名字 他害怕想起來 三十年前的創傷我理解 他沒辦法活去 他一直想要擺脫這三個字 不過沒有關係 三十年後大家都五十歲了 大家都是一條好漢 大家面對面來對決 那因為他沒有去登記總統獲選 因為他不夠格 所以就沒辦法跟邁清合辯論 他就來找我辯論 那非常歡迎 題目都有他定 時間、地點、刑事、主持人、主辦單位 要問的問題 全部由國昌老師來定 現在算是民進黨的黨員大戰嗎 因為就是要組裝韓國會進到方法 我們是挺台灣的大將 就挺台灣最重要 那韓國瑜 不能讓他當立法院院長 這是全民的共識 街頭巷尾 連小朋友都知道 連阿公阿嬤都知道 哎呦 那韓國的這裡萬一一定會怎樣 所以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請把票 要強救黃玉川大帝 對 因為當初其實 民進黨沒有我們的電話 所以他也不知道要怎麼聯合國 然後後來呢 就是主主席請大家就處理 思緒我 那當然我也有一個小編 就是一個公司的小編這樣 那小編就回他說 哎 請問到底是什麼事這樣 然後 處理我的小編就說 因為我們有事情想要找 一直自己做 那當初我的想法 大概就是 儒選啊 或者是 可能有些 就是活動要主持之類的 這樣 那助理就也很可愛 說那請問 到底是大概是 這樣 什麼樣的活動 可以稍微講一下嗎 那那個 卓文泰主席的助理就說 不方便直接說 這樣子好了 你可不可以留 卓主席的電話 請郁琴姐 就麻煩你 告訴他 一定要把電話交給 然後還特別 我就說 我知道這樣很怪 但是 但請相信我真的不是壞人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你有準主席的電話 那我就打打開 所以 當時好像小編也不知道 誰是左龍太對不對 對 他還問我說 我說 因為小編很年輕 他還問我說 那個 編姐 誰是左龍太啊 然後我就說 我就跟他大概講了一下 那個 就是年輕人可能就是 對這個部分就稍微 比較不知道他是誰 所以當時最好是大部分 他以為 對 所以 然後我就說 沒關係 我既然有電話 那我來 我來聯課一下 這樣子 所以才接上線 對 好 不然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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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